新制度完整 來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世界 我是老郭 那這一集呢 我們來拍什麼呢 來補完一些 技術層面的東西 現在基本上有幾個東西 就是要把他做一個 階段性的排起來 一個就是做裝備的部分 然後入魂這樣子 然後入魂又會牽扯到神秘石的部分 然後神秘石的部分又會牽扯到 鍛鍊跟 賦予石的部分 那賦予石的部分呢 我們又可以跟這個裝備這邊需要的做一個連結 然後裝備本身它還有一個叫做鍛鍊 經驗鍛鍊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我們的 寶石的部分 所以這一系列很多都是要 把它拍起來 因為這個東西是比較detail的東西 細節的東西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本身一個玩家的身上的裝備有什麼 訊息 像霸道的話是官方給的裝備 我們裝備要看這裡 來大家看一下 它除了基本屬性之外 它會有一個主要的就是生命力跟啟合 然後它會有兩個寶玉的洞 有的時候就有一個洞 你要看裝備的等級 然後裝備的價值在這裡 32 然後它每個裝備做出來的時候會有一個鍛鍊的值 那鍛鍊滿就不能再鍛鍊 然後賦與值 它這個官方給的 就沒有動 沒有動 那我們開的勇氣給大家看 像勇氣的話也是官方給的 所以就沒有動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 做的 這個沒有耶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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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打到的 嘩 那我們這裡有講到說打到的東西 嘩 你有沒有看到右上方這邊有一個九十九粒 噢 村子正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說特殊裝備有時候它會賦予九十九粒 那有的99力是很值錢的 來看這把驗鳥槍,這是玩家做的 來看一下,把驗鳥槍做起來 好來 做出來的裝備如果是玩家做的話 你會看這裡,賦與石 賦與石兩個洞 就是說我可以塞兩顆賦與石 塞兩顆賦與石 那現在有所謂的雙金石 就是說我那個雙金石裡面可以塞兩顆賦與石 那塞完兩顆賦與石的話,為什麼要用雙金石呢? 因為雙金石本身又可以再鍛鍊 也就是說它又可以再加一點點的數據上去 再加一點點的數據上去 那雙金石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那個之後會再拍啦,我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這樣子 這就是做賦與石 那有一個叫雙金石 這叫雙金石 那雙金石的話呢,你可以塞兩顆賦與石進去 就可以把單一個數值給往上衝這樣子 然後記得雙金石它有一個缺點 不是缺點啊 它就是說它的上限是 單數據50 注意看,單數據加50 單數據加50 精氣上限255 那如果說有一個東西叫做豪雙金呢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哇 這裡 豪雙金 有沒有看到 它鍛鍊 它鍛鍊是0 75 豪雙金石就是你可以塞兩顆賦與石進去 塞兩顆賦與石進去 那如果兩顆賦與石塞進去的時候呢 它還沒有滿75 鍛鍊值還沒有滿 又可以再鍛鍊它 又可以再鍛鍊它 這樣子 好,那我們 再來看一樣東西 齁 持絕大師之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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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說呢 如果你把它當作護神符裝在身上的時候 你在進行保育強化 那 萬一保育爆了 它就可以代替保育爆炸的那一次 就是不爆炸這樣子 那會用在什麼時候呢 就是說通常我們在把保育強化到 身貢精7的時候 貢精7的時候 你要做貢精8的時候 這個動作你要先把這個拼音給裝在身上 一方貢精8炸掉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在哪裡喔 在中尊師 也就是說你來中尊師刷 你可以拿到救命之陣 你就可以換這兩樣東西 豪雙精跟持絕大師之瓶這樣子 那這個研磨石呢 就可以去研磨神秘石的數據 可以移動 但是隨機 也就是說我如果有一顆神秘石 它的數據 譬如說這次神秘石 譬如說它的數據 水屬有154 154 那我不想要它在水屬 不用去磨 這個154可能會跑 它可能會跑 譬如說154跑到碗裡 跑到耐久裡 跑到靈橋 可是有一個缺點 154可能跑到這邊 變成150 你再磨可能變145 它數據是會跳的 所以不一定是越來越好 那再來神秘石 其實是可以再鍛鍊的 也就是說我這顆神秘石 對了 神秘石是佔兩個 神秘石是佔兩個 也就是說像我們這個 裝備 像如果用神秘石來裝身上有洞洞的話 神秘石都是吃掉兩顆洞 它是跟好雙金跟雙錦石是一樣的 它都是吃掉兩個洞 它是吃掉兩個洞 那如果說呢 你用分開的佛羽石 用分開的佛羽石 來看一下佛羽石 跟大家講一下 佛羽石呢 它也是有上限制的喔 佛羽石也是上限制 但是你要來看一下這個 佛羽石 看這裡 能力最多單顆是50 然後25 你要看這一顆是加32 佛羽石 注意看它的能力是75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的豪雙金 我這顆佛羽石的數值是75 我有兩顆 我刨雙金或者是雙金石 去篩了這兩顆 我就可以把上限往上拉 那你有看到它是上限75對不對 那如果 雙金石呢 它上限是50 那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說 雙金石裡面 如果你今天 你的佛羽石 比如說我佛羽石2 上限75 我塞到雙金石裡面來 我單一屬性會變成75 會降喔 75會降成50 也就是說 你今天要 用什麼佛羽石 上限值是多少 你塞的雙金石 它的上限就是有限定 懂我的意思嗎 你不能拿70的去塞50的 那數值就是往下掉 數值就是往下掉 那 像這個裡面啊 豪雙金 有沒有看到 上限75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塞了一顆 碗粒75的 我第二顆 我就算還有75的 我也不能再塞第二顆碗粒 到豪雙金裡面來了 佛羽石啊 因為佛羽石的話 單向75 也就是說 我這個75 我在塞第二顆進來的時候 我也頂多就是塞另外一個75 我不能再塞同一個 為什麼 因為 它的上限就是只有75 你塞兩個75還是75 那就變成說 如果我今天有一顆是50 我一顆是30 可以 你塞進來就變上限75 上限75 那鍛鍊子會不會吃掉15 我們不知道 可是你要知道 你兩顆佛羽石 塞進來的時候 如果你其他的數據 還沒有滿 那我鍛鍊的時候 我可以再用 這個 材料 材料 可以再用材料去鍛鍊 這樣子 然後再來你看這個 雙金石啊 它是可以用在 銅武器 銅武器帶 銅武器帶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貢金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現在講的都是 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頭 頭 也就是說 它是頭跟身體 頭跟身體 頭跟身體 你要記得 還有一件事 你這些裝備呢 如果之後 你再用天地 護法具 也就是護法具 護法具 它也有分三種種類 比如說 攻擊力 就是物理攻擊 數攻擊 防禦攻擊 它會把數據再疊加上去 所以你要裝上去之前 你必須要知道說 會不會突破你的上限 或者是壓低你的上限 你懂我的意思嗎 譬如說 我今天已經把 碗粒 譬如說我已經拉到 152了 我今天再用一個護法具 上限75的 再蓋上去 那可能就會把它 原來152壓到75 你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護法具的上限 是多少 你要記得 它給的數值 是會蓋掉 你原本的數據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 我已經有一個很高的 管理值的時候 你給它的 天地護法具 就不應該用攻擊 為什麼 因為 你要看它會蓋掉 哪幾個項目 它會告訴你 天地護法具裡面 它會告訴你說 它會蓋掉哪幾個數據 然後上限值 上限值 你要知道是多少 然後 如果說 你的攻擊力已經很高了 你就不要用攻擊的護法具 那相對如果說 你今天是 防禦率很高的 你就不要用防禦的護法具 因為你要注意 你的上限會不會被蓋掉 會不會被蓋掉 那再來就是說 生命力 氣這些行是疊加上去的 護法具好像是會給255啦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自己沒有辦法 再拉到最高值的話 你要看護法具疊上去 會不會蓋過你的 譬如說 給你255的血啊 255的氣啊 這些東西你要注意一下 那不然你就要靠自己 那像這樣的話神秘石 有沒有看到 魅力152 風阻性156 那生命力2 220 我還差30 可是我鍛鍊值沒有滿 其實這是可以精煉的 我可以用珍珠去精煉 珠玉啊 珠玉去精煉 珠玉裡面的善悲去精煉 精煉 比如說精煉他的生命力 可以用珠玉 比如說他220 可能就會變成230啊 245啊 或者是運氣很好 精煉三次變成250這樣子 那神秘石能不能做出其他的作用嗎 有 神秘石可以把它 用鳳凰底四 鳳凰底四 就是說我今天神秘石如果是 46的神秘石 我要轉變成可以交易的 鳳凰石 鳳凰神秘石 鳳凰神秘石 那你就要用同樣價值的 同樣價值的鳳凰負寧石去 去強化他 我可以示範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顆鳳凰負寧石 不知道有沒有 好像用不掉 看一下我身上有沒有 嗯有沒有呢 好這裡 來看一下 好42 43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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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試 來這裡 好 鳳凰負寧石 還有一個 42的嗎 42的話我們可以用 這個 164的 還有這個 鍛鍊值太高就不要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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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鍛鍊值太高的話 通常是不會留 就是把它搶 把它拿去 當作底石 比如說42 我們可以墊高 它可以墊高 到 43 用比較高階的 可以墊高比較低階的 像這個 這個是45 45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墊高 墊高 43 44 然後45 45 45就用45就不能用了 我們用46去墊高它 我們用46去墊高它 這個是46 46 46 好 那46呢 我就有一顆 負寧石是 46 那剛剛的動作是把神秘石拿去疊負寧石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發現 你有一顆46的神秘石 你覺得數據不錯 像我這隻是防 你要看這裡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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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喔你看 160 1530 神秘石 可是它鍛鍊值太高了 它鍛鍊值太高了 好啦我現在示範其實是沒有差啦 這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唉唷我庫存的沒有啊 庫存 庫存 庫存的沒有沒有啊 比較好的 如果有比較好的 你可以稍微給它 保留一下 可以保留一下 就是說 數據不錯的 譬如說你看 這個 魅力1611 大概16幾就可以了 玩力163 648 這都夠好嗎 這都夠好嗎 靈巧 噢噢 好我來示範一個 這個好了 還有沒有更好的 看一下 這邊的話 好像沒有啊 好沒有 那我們就直接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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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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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就沒有齁 那我們直接做這個好了 魅力161 然後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161 好 齁 架子一定要超過才可以用 來我們把它壓過去 好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一個 鳳凰霍魚石 460 好 然後我們要把它轉為了 鳳凰神秘石 好 這裡 好 這個 你看啦 鍛鍊12喔 變成一個鳳凰神秘石 然後你要看這邊 是可以腳印 也就是說我這個可以拿 這顆可以拿去賣人 好 可以拿去賣人 那你要賣人的話呢 你可以看你要不要 幫他鍛鍊完 他可以自己去鍛鍊 或者自己去鍛鍊完 好 比如說我今天 我把他 把生命力 就往上拉 好 那再怎麼往上拉呢 我可以用這樣子嗎 拍給大家看 好 對阿 跟大家講一下齁 要做這些動作之前 你要記得穿上臉角招 工匠裝 要穿上工匠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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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工匠裝呢 你可以 用像這種類似 藤枝醬道具 道具箱 或是什麼 曙光銘工匠 極品工匠 工匠裝 我們開一個好了齁 整理 又像這樣子 做任何裝備之前 建議大家要做一個這樣的動作 就是 你要去提高你的靈巧跟 打開了齁 這裡齁 幾頭而已啦齁 幾頭而已 我們全部舉出好了 那等一下再拿好了 我們先把一些東西放在身上去 應該等一下會做一些動作齁 這個東西 看有沒有動 好 算了是 把這些石頭殺了 好 好 好 然後 再把一些工匠裝 開出來 這個 這樣子齁 然後呢 就把它穿起來 我們先看一下數據齁 我們先看一下 零巧是688 688 然後我們就 帶上去 688 788 好 好 是這個 好 哇 關於有那個可以好 關於有靈巧 靈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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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美 智 喔 068可以喔 這個可以喔 好 就來個68的好不好 好 897 工匠 918 919 919 那這個爆紅線呢 就是說 你的等級目前最高 已經到這 那怎麼往上 再往上拉呢 就是 你就可以吃藥 吃藥往上拉 可以吃藥往上拉 那沒有 我們先把他全撞起來 我們先把他全撞起來 因為他還有工匠武器啊 工匠手套啊 工匠 工匠之念 有沒有看到 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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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全部給他 裝起來啦 好 好 954 那如果說 你覺得你的靈巧還不夠高 其他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把你的一個角色 來給你角色 加成 加成裡面它會有一個叫做 加成熟練者 你把他菱角的魅力拉到最高 然後再跟他共駐蟲 你們看到989 到989 820 是可以這樣子往上拉的 那如果你給他主僕勢力的話 他也可以再分享更多的靈巧 這樣子 好 那沒關係我們現在已經拉到這裡了 拉到這裡了 然後鳳凰神秘石呢 它是可以做一個強化的 我們剛剛發現的就是說 它這個瘋狂神秘石 它可以用精煉 或者是神秘石它也可以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瘋狂神秘石的經典 有一個東西叫做 珠玉 珠玉 那珠玉的話你可以去打 或者是你可以去存一些 多彩珠玉 多彩珠玉 它有1跟2 那我給大家看 這有蠻的喔 這有蠻的喔 蠻的 有蠻的 有蠻的 好 放到這裡了 那我們把這個天果槍收起來好了 好 好 珠玉 好 珠玉 好 給大家看一下珠玉啊 珠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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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那它當然珠玉也有 也有那種所謂的 直接拿到內容圓 多彩的東西 就表示說你可以自己選 好自己選 可以給大家看齁 珠玉的話它是表示說 它可以讓你自己選 它可以讓你自己選 比如說我選三倍 它就會變成三倍 三倍珠玉 好 三倍珠玉 那當然它也有 箱子可以收藏 那你也可以打到珠玉 它直接打到就是三倍珠玉 好 三倍珠玉 那這些珠玉呢 可以用來 譬如說 不同的珠玉 它可以強化不同的屬性類 其實它跟你在做石頭 屬性值都是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做石頭的屬性值 就知道在這邊齁 看這裡 跟入魂石其實都是一樣的齁 它那個 名稱啦 名稱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遍就可以了齁 這裡齁 像這個是入魂石 石頭入魂石 你看 三倍齁 就是生命齁 水晶呢 就是耐力 琉璃 琉璃呢 就是魅力 珍珠呢 就是智璃 珊瑚呢 就是靈橋 這個東西其實都是一樣的 包含多彩珠玉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這裡 架葉裡面的裝備強化 有一個經驗 這個就是寶玉經驗 神秘史也是寶玉 黃蜂幻史也是寶玉 那如果我們這個集 要再往上經驗 他十二再上去應該只剩下一次機會 所以我再跟大家講說 鍛鍊值要低 鍛鍊值要低 再來 你看剛剛轉的這個 鳳凰神秘史啊 如果我們今天 要轉 強化腕力 我們就是要用其他東西 用其他東西 可是三倍的話就是二度力 就是我們可以再往這邊走 那他現在應該也只有一次的機會 那我們就用三倍好了 用三倍 用三倍近一點 好 有沒有看到他就變二二八了 所以才跟大家講說 你今天要合的那顆石頭的鍛鍊值 越低越好 你看他如果可能再合一次 剛剛二二零嘛 剛剛二零就加八嘛 他可以增加八回去 然後這顆神秘史呢 他會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你要好的裝備 影響到你要好的裝備 也就是說 如果我裝備上有入魂值 有入魂啊 入魂 入魂你懂嗎 入魂就是說 裝備上面有賦予數值 入魂 那我今天再用神秘史蓋上去 他的數據是疊上去的 他不只是蓋上去 他是疊上去 也就是說 我的數值 我那一顆 那一顆裝備上面的數值 入魂值 如果他的生命力是50 氣是255 那這個疊上去 可能是雙25 當然數據會跳 可是 基本上你的靈巧跟魅力之高 他的數據就是疊下上去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今天呢 你在這個時代 以前啊 以前 以前都是先追求 雙25 雙25 也就是說 你的魂史 或者是護理史 跟你的入魂 你要去精算 你在後面疊加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把生命力跟契合 往上疊加 譬如說生命255 契合 契合可能要有125 或者是13 就是要一半 這樣子 那其他的數據 譬如說護理史的數據 全部去充數性質 全部去充數性質 可是因為後來有神秘史 神秘史它會給你三個數據 那它當中可能會包含生命力 或者是腕力 或者是美力 或者是其他的 那如果今天我要一個腕力 有沒有看到最高到175 也就是說 其實我腕力不用 我入魂的時候 那個裝備啊 譬如說頭跟衣服的裝備 我在腕力上面 我就不用去加太高 因為它的上限是175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在入魂的時候 像這個是228 我可以 入氣 一入氣 如果一入氣有100 那我再一入生命力50 再一入生命力 然後剩下的我就可以入完 也就是說 如果我是三入的狀態之下 也就是說入魂是三入 入三次的狀態之下 我就可以拉高這三個數據 我就可以拉高這三個數據 或者是說 我就不拉這個數據 我就直接生命力一次 契合兩次 契合兩次 有可能兩入一二零 就可以衝到二四零 甚至雲氣好像高一點 或者是低一點這樣子 可是一入生命力 它可能就是爆表了 就是絕對是255了這樣子 或者是呢 我們今天就228就可以了 我們就直接就入完 直接就是一入完林這樣子 這個東西就變成 有神秘石 它要跟入魂先搭配 所以變成入魂 你要做裝備之前 你要先確認你手上 都怎麼樣的神秘石 那用來調整你入魂時候的 三入的比例 三入入魂時的比例 那以前不是啦 以前都是我們之前就衝 我們就衝 雙惡魔 然後屬性石就是靠神秘石 靠神秘石 靠神秘石 或是靠這個 這個 復古石 可是那時候的神秘石 並沒有賢氣 這兩天都不知道 那時候可能就是 萬利無石這樣子 以前的神秘石沒有那麼好 後來的神秘石又要不要好 那再加上各種裝備 各種裝備 各種裝備 就是這樣子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今天講這個就是 鳳王複雲石 跟 入魂的 相互關係 那這個鳳王神秘石 可以賣 然後跟它去掛賣 掛賣這樣子 可能也許有人要買 可是 你要看職業 看職業 可以把你的好的 打到的石頭 打到石頭 那你看要幫它斷電 其實不一定 如果有在做裝備的人 他就會看到這三個數據 知道說 他要怎麼去調整 這樣子 他是給予那個 給予那個 做裝備的人 可以做調整這樣子 那當然 我們在 神秘石的部分 你就是要去 多爬樓 或者是 多打一些 多打一些關卡 他會GAY 你打一些陣 比如說打鬼神 他會開 開這些 導具 給你 開這些 密石 通常密石主要來源 都是爬樓 爬樓 看到這個 那當然這個我們都不會用了 這個都是 直接就拿去 餵賦與石 拿去餵賦與石 那你可以先 開一些比較低階的 箱子 去給 去給賦與石 因為他有些神秘石 是比較低階的 就可以用 開個天高巷 我們看 裡面有沒有這個 好 你看到 這個神秘石 那我們今天把這個神秘石 我們來看一下以前的神秘石 它也是佔兩個洞 你有沒有看到 以前的神秘石 生命力是非常的低 那他的屬性呢 也不高 可是以前可能這個85 會在這邊玩85 你有沒有看到能力只加90而已 那能力只加90 不予限動 可是現在已經是到170了 所以像這個就沒有贏了 那我們就是拿來餵 好 拿來餵這個 比如說像這個 就可以拿來餵這個 鳳凰帝斯 他是26 阿娜3 4級 就這樣子去餵 就是說 你今天去打一些 低階的 低階的關卡的 這種箱子啊 或者是 討伐陣呢 他就會打開了一些 比較低階的 生命石 那比較低階的 生命石呢 就可以拿來 拿來 大招 你看看 我拿了一個玩力70 以前這個玩力70就值錢了 因為他上限90 他上限90 以前這個就值錢了 以前的時代 現在 你看看玩力70 這個給帶來 你看看 上限90 我可能 鍛鍊再鍛一下 他就上去了 我可以鍛兩次 有沒有看到 我再鍛兩次 他就上限90 上去了 可是他記得生命石 是站兩個洞 所以兩個洞 其實沒有意義啊 哎呀 以前這個就值錢了 32 33 那32先要 32先要 很輕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 有關於神秘石的經驗 鍛鍊跟 鳳凰底石 怎麼去用 那這個鳳凰神秘石 你再用就可以 當你選擇裝備 就當你要選擇 砍在那個裝備上 那當然我今天剛剛講的就是說 來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裝備 我們現在不是有個極品工匠裝嗎 他裝的這個東西叫做工匠紋 這個叫工匠紋 那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不是用工匠裝 你今天不是用工匠裝 你今天如果用的是 像這個 這個 裝備 就是一般裝備的話 那如果一般裝備的話 它上面有洞洞 可以讓你塞 神秘石 那你也可以做一件 屬於你自己的工匠服 屬於自己的工匠服 好 因為有很多衣服可以換 像這個 我們以前人都是穿 後來我們都穿這個 我這個帳號是新手的帳號 這帳號是新手帳號 新手帳號 沒有 沒有那個 沒有其他的衣服 我看這邊沒有衣服 沒有衣服 武器 防具 這個自己做的話 譬如說 如果今天我有一個 如果這個不是帶子 是帽子的話 有兩個洞 高價值的可能會有兩個洞 那這兩個洞 我們就可以 塞上 這個 自己喜好的神秘石 那如果說我今天有一個 玩力170 160 玩力160 那你來看 如果我今天一個帽子 有一個玩力160 我現在這個帽子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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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100而已耶 你懂我的意思嗎 雖然它塞的是工匠 它塞的是三角形工匠 可是問題是 工匠裝也是可以做 工匠裝的這個 寶玉塞的不是三角形的 它可以塞工匠 以上的靈橋的話 魔光這兩個就是300 就是300以上 300以上 300以上 300以上的靈橋 就給大家300 那其他這些的話 就不用說了 其他這些就不用說了 因為 你這兩個不可能 用負雨絲拉靈橋 這兩個不可能用 什麼天地裝備啊 或什麼強化什麼的 就不可能再去蓋掉 那兩個160 所以變成說 其他的裝備 可能還可以再拉 就用負雨絲去拉 就是負雨絲 豪爽金石 直接去強化 去拉 拉你的靈橋 那這個 網關也有不錯的 網關它有數據會跑 它有數據很好的 譬如說70 網關的70 網關的數值最高就是70 但是你建議 找一個70 跟搭配 學500 學500 學70 這樣子 像這個 這個 靈橋68 這個就可以留下來 來當 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 做東西用的 王冠 這樣子 做東西用 好 好 那今天 鳳凰富裕石 跟神秘石 就講究到這裡 剛剛神秘石的強化 好 神秘石轉鳳凰 鳳凰神秘石的強化 就到這裡 哇 鳳凰神秘石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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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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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